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脆花的秘密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晚上睡觉前,王启明跟张梅说 让他把客房收拾一下 老母亲出院了,要过来一起住 老人平时身体还算硬朗 独自住在乡下老屋 前不久一个猎切摔了 被送到医院,说是脑梗 命保住了,却瘫在了床上 吃喝拉萨都要人照顾 王启明带着小工程队 一年四季都是在工地上忙 母亲住院期间 都是王启明的两个姐姐在照顾 她是家里唯一的儿子 老人出了院,她要接到家里来 张梅拿着手机刷视频 没接王启明的话茶 前些年,张梅妈也是脑梗后遗症 那是她亲妈 可是给病人抠大便 她戴了两层口罩 还是忍不住干呕 夜里病人三番五次 喊着要翻身 她忍不住就想发火 常年累月 房间里充斥着老人身上洗不掉的嗖味 咋消毒水都没有用的 后来张梅妈去世 她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可心里却真的有种解脱的轻松 伺候亲妈时间久了 都憋不住想撒手 张梅和婆婆没见过几次面 她真不想给她拔屎拔尿 妈住进来就辛苦老婆了 王启民巴搭关了灯 说困了要赶紧睡 明天领导要去工地上检查 她得早起 张梅又把台灯拧开 我们找个护工吧 照顾病人可不是轻松的活 找护工不花钱嘛 你在家闲着 照顾老人就是伸把手的事 王启民翻身起来 靠在床头上 现在工程不好做 赚钱不容易 咱刚买了房就省点吧 王启民提到房子 就好像拿东西堵住了张梅的嘴 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张梅和王启民12婚 他们现在住的房子是王启民买的 落在张梅的名下 遇到王启民时 张梅正处在南处 那是房东要卖房子 让他搬家 他手里没有多少钱 连套像样的房子也租不起 张梅觉得他命太苦了 张梅他爸不成器 酗酒喝多了就打人 他妈被打怕了 就带着张梅跑了出来 打零工供他读书 他爸后来又找了女人 母女俩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了 张梅中专毕业以后找了份工作 没多久就嫁人了 男人不咋样 但是有套小房子 张梅就死心塌地的嫁了 女儿上幼儿园那年 她妈病了 那几年她辞职 在家伺候她妈 她男人整天摔碟子摔碗 觉得受了拖累 张梅在心里嘀咕 自己妈帮她带大了女儿 伺候她不应该吗 但是她不敢狡辩 只能受着 她带着生病的妈 住在男人的房子里 不自觉就矮了一大截 张梅好不容易把亲妈送走了 却发现男人在外面有人了 她摔了个杯子 才架起誓要和男人闹腾 她却拧着脖子吼道 这日子想过就过 不想过就离婚滚蛋 张梅其实也是倔 之前就有亲妈拖着 她硬气不起来 如今男人跟别人的女人钻被窝 没有一点愧疚 反倒理直气壮 跟这样的人也没啥过头 张梅和男人要了点赔偿 离了婚 带着女儿搬出来了 苦一点也能过 张梅受不了的是 三天两头被房东碾 她妈从小就带她租房住 他们住过地下室 常年刺激 一进屋就有一股霉味 现在一把年纪了 还要带着女儿租房 张梅想想 心里就闷得慌 房东过来 催张梅搬家 她絮絮叨叨 跟房东 倒起了苦水 房东一拍大腿 我给你介绍个男人 有点钱 你俩要是成了 你就算苦尽甘来了 男人比你大一点 不过年龄大的男人会疼人 房东给张梅介绍的男人 就是王启明 张梅第一次和王启明 见面就是在公园里 张梅皮肤白 身材也好 该有肉的地方胖乎乎的 腰却紧紧性软 要是他不说 别人看不出来 他孩子都上学了 王启明头发乱糟糟的 穿着件黑色的老式夹克 脚上的运动鞋灰秃秃的 张梅怎么看 他也不像有点钱的人 大太阳明晃晃的 没一会儿 张梅就出了一身汗 王启明就约张梅到家里坐坐 张梅想着正好看看他的房子 就同意了 王启明住的是一个老旧的小区 房子很小 进了屋 一股长期没有打扫的污浊味 就迎面而来 张梅的心里往下沉了沉 该不会被房东给哄了吧 王启明去厨房煮面 捂了两个荷包蛋 还放了几片青菜 有个荷包蛋烂了 煮面的时候 他把那个好的荷包蛋 给了张梅 他碗里的青菜也要多一些 张梅想着他是个好人 就是抠了点 穷了点 两个人坐在茶几旁吃面 王启明说 我听说了你的事 我也是从苦日子里泡出来的 孩子妈跟我吃了小半辈子的苦 日子才好了点 他却生病走了 女儿在外地上大学 我一个人也犯不上换房子 以后咱俩要是能过 就买个大点的房子 张梅沉下去的心又活泛了 王启明第一次见面 也没有请张梅下管子 着实太扣了 但是他比自己大十几岁 受过苦 节奸点也能理解 而且他现在生活上扣 却舍得花钱 给张梅买大房子 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心里踏实 出了两个多月 王启明就带着张梅看房子 挑了又挑 他在一所小学附近 买了套精装房 他说 以后女儿上学方便 王启明说 二婚夫妻过日子 更要交心 房子上就写上了张梅的名字 搬到新房 他们就结婚了 男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 张梅辞了工作 一门心思照顾王启明 他每个月给他家用钱 省着点也够用 张梅觉得苦日子 终于熬出来了 滋润的日子还没过多久 婆婆却瘫在了床上 张梅本能地排斥伺候 瘫痪病人 王启明提到房子 他又觉得自己不地道 两口子过日子 哪能只想着享福 害怕复出呢 婆婆住进来了 七十多岁的人生了病 有些糊涂 他还胖 张梅给他翻身按摩 总要出一身汗 好在两个大姑姐 轮换着跑的琴 搬着洗洗涮涮 晚上有王启明照看 比起当初张梅一个人 伺候自己妈 照顾婆婆 还是轻松的很多 王启明觉得张梅辛苦 家用钱也给的多了些 让他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张梅舍不得糟蹋钱 给女儿报了画画课和舞蹈课 之前他给女儿报了辅导班 其他的课程 他张不开嘴 给王启明要钱 王启明孝顺 晚上定闹钟 起来三次给老人翻身 换纸尿裤 有一回他从外面 拿回来一条做好的墨鱼 说老人喜欢吃 张梅往盘子里装食 却发现墨鱼 已经被人动了筷子 应该是王启明 请人吃饭剩下的 张梅就想着 不能给老人 重新做条鱼拿回来吗 回头他也想明白了 王启明抠嗦的习惯 已经刻在骨头里了 为了避免矛盾 他从不主动给王启明要钱 那个月家用钱 余下几百块 他就跑了好几条街 在老字号里 买了几斤酱牛肉 因为前两天 大姑姐给婆婆买块酱牛肉 婆婆几乎把一盘肉都吃了 舔着嘴唇 还不尽兴 张梅想着买牛肉 让婆婆姐姐馋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 却出了事 张梅把婆婆吃饭的小桌 摆在床上 才把切好的牛肉端上去 婆婆伸手就抓起肉 往嘴里塞 张梅拦着让她慢点吃 婆婆却怕张梅抢她的肉 着急慌忙地往下咽 一不小心就噎住了 张梅看得婆婆伸着脖子直翻白眼 急忙帮她拍背 婆婆挣扎了两下 竟然晕厥了 张梅被吓坏了 拿起手机就给王启明打电话 又赶紧拨打了120 医护人员先来的 翻了翻老人的眼皮 说没有抢救的价值了 王启明进了屋 张梅见她就哭起来 她实在没有办法跟她交代 医生说 老人有心血管病 应该是椰食引发了心梗 大姑姐赶来了 一家人哭成一团 大姑姐埋怨张梅 你就不能把牛肉片切得薄一些 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是张梅把老人害死了 张梅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心里的委屈都成了眼泪 刷刷地往外冒 姐 看你这话说的 张梅也想让咱妈吃点好的 你看看那盘里的牛肉够饱了 这就是个意外 你们谁也不能怪张梅 王启民本来跪在地上嗷嗷哭 听了她姐的埋怨 拧了一把鼻涕 就把张梅护在了身后 张梅忍不住就嚎啕起来 她亲妈去世时 她没有哭得这样肝肠寸断 忙忙婆婆的后事 张梅躺了一周都没起来 她肠子都毁清了 实在不该给婆婆买牛肉 就是大姑姐不埋怨 她自己心里都过不去那道坎 王启民刚开始还劝慰张梅几句 后来话也少了 她从外面回来越来越晚 躺在床上烙饼一样 翻来覆去睡不稳 张梅知道 王启民心疼她妈 两个人各有各的煎熬 一天早上王启民起来 张梅见她嘴有点歪 饭也吃不了 催着她去医院做检查 王启民是中风 医生说发现得早 治疗一段时间 痊愈的几率很大 王启民躺在病床上 才跟张梅说 生意出了问题 她现在做的工程 老板资金链断了 项目说不定就成了烂尾楼 这意味着她店的工程款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流 老妈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 生意上的事情更让她焦灼 现在她身体又出了问题 王启民拉着张梅的手 我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带着孩子好好过 你还年轻 跟着我这个老头 也没过上好日子 张梅的眼泪刷的就冒了出来 张梅在医院里照顾王启民 老家突然有人联系她 张梅她老爸前两年病重 打电话让她回去见最后一面 她思来想去还是回去了 再怎么说 那也是她亲爸 她见到她爸的一瞬间 知道什么叫晚景凄凉 她又老又穷 身边的女人早就跑没影了 她爸没熬两天就走了 在邻居亲近的帮助下 张梅简单地把老爸的后事办了 张梅她爸家有个又破又大的老宅子 本来不值钱 可是现在城市规划 要在那里建个发展区 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入户调查 谈拆迁赔偿了 张梅家里现在就剩她了 村长联系她 让她回去谈拆迁的事情 张梅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还能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 她跟王启明说的时候 全身都在发抖 老家拆迁 真想不到啊 好事啊 王启明说着 却躲开了眼神 王启明出院了 张梅就回老家去了 王启明身体恢复得不错 但她知道 这次犯病 给她敲响了警钟 而张梅还是一朵 开得正宴的话 张梅从老家回来了 说拆迁的事情谈妥了 拆迁商规定 拆迁户可以要赔偿房 也可以要赔偿款 她选择了钱 差不多有二百万 反正以后也没有打算回老家住 还是要钱方便 王启明如孽着 你现在有钱了 又年轻 要是有啥想法 我不拦着你 张梅震了一下 才明白王启明的意思 她这是怕她要离开她 就先说了出来 瞎琢磨啥呢 张梅给王启明一圈 以后的日子别操心 有我呢 张梅说话的口气 从来没有的硬气 王启明的眼眶 却一下子就湿了 当初张梅更多的 是图王启明有点钱 如果她只是又老又抠 那她自然不会嫁给她 几年过下来 也有不尽如意的地方 但是关键时刻 王启明的好 张梅都记在心里 我记得你的好 也要回报你的好 夫妻过日子 图的不就是这些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